刚刚在路边我们冲包头往阴川方向走的时候,在路边路过了一个村子,你看这个房子,能看见吗? 就整个村子的房子都是这种独门独院的,这种瓦房。 可能这个房子并不出奇,但是为什么我要拍一下它呢? 因为整个村子全是这样的房子,而且是横成牌,竖成列。 就是,而且整个村子,刚才我飞一下无人机,它是也形成一个图案的,应该是也是有人专门设计的。 然后这个村子好像是,刚才我问了一下当地的一个大姐,那会儿我说话有点听不懂。 她说这个是前年建的,还是去年建的,是政府补助一部分钱,然后老百姓自己再出一部分钱建的这个村子,但是自己出的并不多。 主要还是,这个政府处的多,然后修建了这个村子。 那边的西村子的那边,刚刚我们走了一块,有专门的养殖场。 养猪养羊啥的,就是说所有养殖的东西全在村子的东边。 应该是东边,太阳在那边,对,那边是东边。 在村子的东边整个的一大片的养殖场,然后这边全是住宅。 住宅呢有大有小,我估计这个大小应该是按人口分的,家里边有多少人口分,多大的房子。 然后这边有一些绿化树,整个这个街道有好几个这样的街道。 反正看起来挺整齐的,如果说我们家那个村子如果也设计规划成这样的村子,哎呦我想挺好。 这段视频我非常想拍给我们那个村长看看,把我们村也建成这样,但是不大现实,因为如果是这样全体都建有新房有旧房,破房的愿意,新房刚建完的新房装修挺好的。 就比如说我们家的,就说给你建这样的房子,你也不愿意啊。 所以说咱们还是羡慕羡慕人家这个房子吧,真的挺好的。 刚刚我上村里边转一圈,人不这么多,没什么人,我也没有进去谁家去,贸然就进去问人家,也没必要。 咱们就是看看这个村子的外形,确实的挺漂亮挺好的。 谢谢大家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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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